前几天不是有人拍个坐飞机给站票的视频 把大家给惊到了吗 虽然那个就是个扯的 但是时间要是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 在欧洲坐飞机 别说是站在机身里面的票了 你就是想要坐到记忆上面去 人家照样能买票 是的 卖的是记忆票 荣克斯G38 德国当时造出来了两架 采用的是一身融合的设计理念 所以记忆大到了有点比例失调的地步 直接将这架飞机干到了路上最大 为什么说是路上最大呢 因为不是还有水上飞机吗 这张照片展示了它的记忆根和机身连接处的样子 你看这个比例直接在里面安排个两次一厅 我觉得都是够的 最后的地方高度达到了1.9米 所以能够挺直升版 优雅地穿过这道舱门 然后翘起二郎腿 舒服地坐进这间视野极其开阔的记忆客舱 当然要是恐高就还是算了 另外说起来它还有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几架飞机敢吹的牛 可以飞在空中修飞机 而且不是像航天飞机那种需要出了舱才能去干的活 你看这张图 在机翼客舱的后面还有一条专门的维修通道 可以让飞行机械师通过它方便地访问两台夹在机翼里面的引擎 是的 是在里面而不是掉在外面的 于是他们就能够像维修轮船引擎一般在空中就能动态着处理它的故障了 要是他们不怎么胖的话 甚至还能够顺着通道呢 一路爬到翼尖 爬在这里欣赏风景 一定要比机翼客舱来得更赞吧 最后还有一样不得不提啊 那简直也是戳中了我的兴奋点啊 这里比飞行员还要靠前的位置 嘿 还能给你安排上可谓VIP中屁啊 没有点冒险精神还真是不敢坐在这里挑战呢 它呢 就让我回忆起了啊 当年坐在双层巴士二楼前排的感觉了 好吧 可惜啊 二战的开始呢 打断了荣克斯G38继续前进的脚步 在用作军事运输并被摧毁之后呢 它就永远地消失了 继续前进的脚步